詞曲 李宗盛 孟宗盛 孟宗盛 接下來 我們秘書長要一些宣布 我先思醫師不知道 說中五歲 有來出學 最高的年齡是幾歲 98歲 所以今天又聽這個資料 我想大家都會吃百吉 不過 盡頭下 我知道我本來很愛這個題目 剛才大家都很認真在聽 所以我現在要做一個簡單的會合報告 在我報告之前 我今天想著母親節 所以我特別要送一個很好的題目給大家 所以我帶一個人過來 這個人是什麼人 我們也是長輩會很久的人就知道 這是謝媽媽 謝媽媽 我們都叫他謝媽媽 謝吳阿鳳女士 她在頂尼已經會心了 不過現在 她的女兒已經加了一位我們中央的朋友 我今天要特別介紹謝智慧 很有師父的 先讓我介紹一下 謝智慧 她剛好是在一個基金會上班 那個基金會對我們老人很有幫助 那個是新希望華人 癌症關懷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剛才我們文教導師的背面就是卡拉威拉 那個有跟我們一起出席 我知道她在那裡做業務經理 所以我特別要幫她邀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沒關係 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才有資金需要 不可以帶 所以我們趕快跟這個好消息說出 她後來我們有機會再請她 跟我們說她是向誰 來 現在我們請現場 謝謝各位貴賓 首先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媽媽以前也是很長久的會員 去年過世了 所以我決定來接替她的位置 繼續下去 因為麗花姐知道我在這裡上班 所以她就跟我講說 希望我能夠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基金會的服務的目的 還有項目 那我今天就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新希望成立將近五年 對不起 我用共議 講比較快 OK 因為時間不多 成立將近五年 我們主要服務的對象是我們的華人 中國人 因為基金會主任 他是介於我們的華人 還有家屬在醫院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因為語言方便的不溝通 所以醫生在解釋 或者是在提到病情的時候 無法了解 所以她成立這個基金會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幫助還有協助我們的華人家屬 還有 然後提供給他們的資訊 還有就是說 我們會有所謂的特別的 專業的陪伴的人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陪伴病人到醫院去 幫助他們做翻譯的工作 所以基金會基本上的項目就是 我們有電話服務 你們有打電話來的時候 我們有資深的義工可以幫助協助解答問題 還有需要什麼樣子的服務 我們都可以 就是說按照病人的要求 我家屬的要求 我們盡量做到 因為所有的服務的人都是我們的義工 所以有時候有些地方可能就是說 義工有限 所以我們的服務的這個項目呢 有時候譬如說像交通服務 有時候可能有些地方就我們沒有辦法服務到 所以基本上就是電話服務 還有就是義工的交通服務 所以有時候病人或者是家屬要陪伴 病人去醫院那因為沒有辦法陪伴他們去呢 就可以打電話來要求交通服務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義工在做的 所以我們是盡量能夠配合病人的要求 然後我們有設立很多的康復活動的項目 有提供很多的科技工法班 唱歌班 運動 還有這個手工一般 這個都是針對我們的癌友病人設計的 都很適合 那一般的朋友也歡迎參加 那只是我們的有時候有些課程 可能是名額有限 所以我們是以癌友為優先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就是互助組 就是幫助就每個科的癌症呢 我們都有一個團體 然後有負責的人 然後有的人打電話來 所以想要知道說 跟我有同樣病況的人 是不是可以找一個跟我一樣的人 那我可以了解一下的情況 那像這種時候 我們就會盡量找跟相同的 就是說你有相同的症狀的人 也許或者沒有的話 我們也有資深的義工 還有我們的一些很資深的 這個專業人員可以幫忙 然後就是說互相的這個 所謂的support support group 然後還有我們一個很有幫助的叫做 請問醫生的單元 就是我們有一個 每兩個禮拜的星期三呢 我們的基金會主任代醫師 他是那個MEDICAL PARO ATO FOUNDATION的動物科醫生 他每兩個禮拜的星期三會來一次 然後就是針對所有癌友或家屬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拿來問 那他會盡量的 解答 然後讓病人 可以了解說他的情況 或者他要做治療的時候 需要注意一些什麼事項 或者是有什麼 但只是給你一個資訊 一個information 也許 但是我們不做轉介 譬如說有的病人想知道說 可不可以幫我介紹 醫生啊或醫院的這個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另外一個教育組的講座就是我們 平常有專業的這個資深的醫工 還有專業的professional的人呢 可以到外面 譬如說像來這種場合來做一些演講 然後提供一些 就是說現代藥學方面啊 或者是說生活啦 健康的這個日常生活的嘗試 那大家有興趣聽的話題 我們都可以安排來做一個講座 那其實主要的就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這個基金會呢 能夠在我們的社區 還有在這個 就像這樣類似的團體裡面 那大家要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聽說有很多 就是說當他患病了 然後就很心情很緊張 然後不知道要去哪裡找 因為我有時候到醫院 你也許覺得說 跟醫院的醫護人員沒有辦法溝通 那就是所以我們這個基金會的目的 就是在這幫忙所有的 還有病患還有家屬 那就是給他們一個 這個精神上 還有身體上 還有所謂的這個 那另外 病人在 就是說在家裡有 最重要的是照顧的家屬 如果說家屬在照顧之間有很多的時候 是最辛苦的人 所以我們也會有義工 就是說當家屬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家裡 給這個家屬一個喘息的機會 我們叫做喘息服務 那就是我們的醫工 可以去家裡陪伴病人 然後讓家屬在這段時間內 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是他們有時候 這個機會 去外面做一些 辦一些事情什麼的 那只是就是說我們的喘息服務 的義工呢 不做這個照顧病人的一些 就是說Nursing care 就是說不給病人吃藥 不能給病人吃藥 不能幫助病人做一些 護理上的工作 只是就是說去陪伴病人 讓家屬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那我只是簡單介紹 我今天有帶了一些這個 簡章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事後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來問我 我們今天的義工裡面 有幾個也是我們新希望的義工 在後面 Lisa 她也是我們的義工 然後還有一個Sharlene也是 所以有問題的話呢 你也可以問她 那我只是簡單介紹一下 那下次有機會的話 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詳細的解說 好不好 謝謝大家 祝福長輩 珍惜健康 賞大力 好 謝謝 好 謝謝智慧 大家知道 這是不是說你看病人的 有些癌症 他們限制說 你本身就有癌 還是說你的家屬就有癌症 你需要幫忙都可以去找她 剛才有特別說 我認為這項很重要 就是說 你去病人要幫你幫忙翻業 還是說 你需要人家載到病人去搭 不過你也要去買菜 要人家載 不要看電話給她 因為這是限制說 不會癌症 我們要有機會再說 說得更詳細 我現在很快 有很多人在跟我們問說 我們的網絡網絡網絡 有勘過的 我們很好的悔完 最近悔心 我想說 很多人搞不清楚 知道這個人說不太感 因為名字都搭不起來 所以我想說 最近我先給大家報告 張開新先生也是我們的九月圈 他九十一會 我覺得很安慰 就是我們長輩會的會員 都很長壽 再來 林吳芙美 這是林輕易的太太 我想請問她 那是不是三人 那是某某人 所以我給她相片追著 給你們看 林女士 她八十五歲 尤其是本來身體很好的 都在照顧她的身世 沒有想說她自己身重 那另外一個 我要特別講的 就是說 大家記得嗎 這個長輩會出席裡面 年歲最高 而且 先生和太太是同年同月生 我們旁邊也慶祝他們 去年重陽節我們也特別 很高興 泰棠 他肝癌或是 我有打電話 這個先生現在比較多 所以他的心情不和他平靜 所以我每次都會來報告 這個98歲 對 再來 這個葉順南先生 我最多人 葉如秀妹女士 他剛才去年 他不走 所以不可以來 這個葉順南先生 我聽她的太太說 他得了 帕坪森 是三十年 他太太太 我跟他顧得很好 一天去餐廳 照顧 不然 不然 我們就跟他一樣 就走了 這樣 所以 雖然他們走了 可是大家都 很幸福 我們煮得非常短 非常安詳 這是我最期間聯絡的事 讓大家知道 因為很多人 民間不走不走 或是很想知道 他為什麼 我就跟他講 所以我們政府 沒有很簡單 讓大家介紹 讓大家知道 OK 現在接下來就是 今天我們 最重要的節目 就是那個 時裝秀 我要特別跟大家說 就是 我們有三十一位參加 我們不是正確的 我們不是那麼漂亮 我們不是 用很多時間 我們沒禮貌 兩點鐘 無關我們做得好 不壞 大家都跟我們鼓掌 因為他們有心 要在母親節 讓大家快樂 這會補我們的節目 就是這樣 再來我們照相 現在假如沒有照相的人 等他假霸一熬 再有機會趕快去補照相 只要是會員都可以照相 再來就是 剛才提醒 我們今年要 明年要換新的指示團隊 所以你可以推薦 如果這個推薦到這個 這個外面算 你也沒有推薦 我們就是這個 選務委員會員 就是自己去徵選 就對了 想要嚇一跳 就是 我們七月八月在這個文稿中心 我們跟去年一樣 我們有一個蘇琪肯青會 要討論 無關北府南府 都可以來 時間是每禮拜 每禮拜 有幸福的人 那個 吳建民 還有何秀滿在哪裡 有幸福的人 通通他們兩個 OK 我們很到了 我們在家 都有了 我們很快 把 那些事 都可以沒有 我們 要